大家对于正剧的印象,要么是云中哥,神雕侠侣,弓,系列里面那种高饱和度色调,一部剧每个人基本把每个颜色穿遍了,色彩都很鲜艳,孵化到也别剧一格,基本都是阿宝色滤镜,但观众都表示欣赏不来。 而自颜喜攻略爆火之后,于正并记运用了多年的阿宝色滤镜,换成了更具高级感的莫兰迪色,最初的观众的反响还不错,但后面他制作的玉楼春,离歌行当家竹母,滤镜越来越暗,越来越灰,演员的妆容也惨白,显得气色很不好,加上贴头皮的造型,在其他剧都是大美女的演员,在他的剧大多都暗淡无光了。 远然从一个误区走向另一个误区,脸上一片惨白,甚至有些诡异,观众嘲讽为丧脏风,寡诞臣们又老气的妆容,让观众想众仇愁给他的剧组买口红。 所以后来流行开来一句话,能扛住于正剧镜头的美女才是真美女,他的剧是检验是否是美女的标准,万万没想到大家还能等来对于正剧造型改观的一天, 就是这部为波鲜火的墨语银间,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《嫡价千金》,原著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女主爽文。 薛芳飞上一世被欺骗惨死,这一世重申归来,成为了江家的二小姐江黎,让前世的仇人一一付出代价。 重申复仇文本一直深受大众喜爱,这样的作品影视化自然引起了网友们极大的关注。 这部剧由吴景妍、王兴月主演,新剧中吴景妍一改大家对吴景妍以往过受,穿古装就像急娃娃的刻板印象,公布的定妆罩更是让大家眼前一亮,妆容服装造型都很给力。 吴景妍每一张都美得一部开眼,黄兴月也在《周深如库》为有《暗香来》和《宁安如梦》几部剧后展现了精彩的演绎。 《越来越火》还有陈乔恩、刘仙宁、洪雪儿、张鱼琪等一大堆美女作配,此时吸引了不少人关注。 加上这部剧的浮化道确实有很大改进,发布的剧照看起来都挺好看,再不是以往那种清淡寡水的妆容了。 一众女配美得各有千秋,刘仙宁抚琴好有气势,孔雪儿、宏义舞动全是绝美女间谍。 最让人震撼的是杨超越剧中客串江若宇,一袭白衣置身雪地凄美氛围感十足。 于正在22号的时候还专门为这个角色进行了宣传。 发文本是梨花座下仙,冰惊玉洁惹人怜。 忽如一夜狂分起,回首往事画陈烟配上了杨超越白衣珍珠妆的剧照。 网友纷纷留言夸赞好美,倒是这个角色肯定要惊鸿一瞥了。 于正还强调,年轻演员在系统专业训练之前,不要扮演跟自己本性反差过大的角色。 这样容易自爆其短,去演天和自己的角色便会引来无数夸赞。 平台来看片时不断地感到惊喜。 这便是把好刀用在刀刃上了这个说法其实相当中肯。 杨超越主演的剧都因为眼睛问题备受诟病。 相反在不少剧中客串的角色反而招人喜欢。 其实他和当年陈都林境遇差不多。 演女主就被吐槽目光呆滞或者五官乱飞。 在多部新剧中演配角或者客串。 反而演剧历练出来了。 口碑逆转了,剧中那些惊恐一瞥的白月光角色。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路人员也编好了。 其实杨超越也可以走这条道路。 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,先从配角磨练演技。 得到观众认可,再去挑大梁。 而杨超越也意识到了演技短板。 专门去陈坑、周迅、陈国富创办的演技培训班山下邪腾进修。 相信之后的作品也能看到他演技上的进步。 这个造型是很适合他的。 期待着这部剧可以让他华丽转身。